4月18日是聖周四 李賓生主教在主教座堂主持主的晚餐微實 紀念耶穌基督建立聖體聖事 李主教在《講道》裡指出 耶穌基督透過餅酒將自己變成聖體和聖血 並為我們在十字架上完全交付自己 他認為這代表耶穌基督渴求著對人類愛的詩語 讓我們透過領受聖體聖事而被聖化 耶穌基督藉此與我們共融 主教提醒教友應該以愛主的態度 來參與這份愛的言跡 這些我們有沒有辦妥告解去領呢 主教也談論到主耶穌為門徒洗腳 抹乾並親吻 也代表耶穌基督對我們的交付是一份愛的渴求 主耶穌要以愛去將我們改變 因此我們也要以愛對待其他人 李主教強調天主愛我們每一位 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同樣有愛的力量去服務其他人 另外主教又提醒教友這份愛會為我們帶來平安 他鼓勵教友以愛去放下仇恨 才能夠得到基督的平安 尤其是去領受聖體之前想一下 是你的平安由愛的渴求 你們有沒有心目中還有一些人 是你們不想來不想愛不想去關懷的 有的話即刻拋開即刻為他們祈禱 即刻說能夠為他們來關懷 這樣平安才能夠給到大家 如果不是的話 你們不適合一會出來領受聖體 尤其是領受聖體、聖血 這個共融的聖事、愛的聖事 希望大家拋開所有的恩恩怨怨 來互足平安 然後才能夠與基督共融